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日,今天要講誰呢? 講韓寶新,但他其實就不是韓寶新,他叫這個王茂俊 也期望很多人可以多些關注他們,但是有時候有些人就用他們的名義去籌旗 你要小心一點,直接給本人,可能就好過給那些籌旗活動各樣 他本人都說了,一個崩都沒有收過,曾經就找過612基金 但是由於告那些罪可能太重,結果都是得升火幫他 所以你知道了,為什麼匯豐這些十惡不赦 他法理上今天還沒給你一個交代,就凍結了別人 別人想做什麼都不行,所以我就說,你的基金各樣,不要放在香港 金管局是完全一個,我不知道是金管局搞,還是匯豐主動獻微 你不排除的,因為其他銀行又不見有這樣的事情 可能很多時候,有個perception就覺得匯豐是一間外資行 鬼佬應該不會那麼壞,其實你鬼不鬼佬也好,羊不羊人也好 你放在香港就非常危險的了,你只能夠是外面那些,不是在香港註冊的地方 才叫安全的真正,如果不是的話,你想直接去幫他們的話 你去給錢一些香港的機構,只要被人凍結的 只要你有那些一入一出,各樣的紀錄 另一樣東西,你看到了,他都說了,你告那些事基本上是不合邏輯的 為什麼?去告他刑委,但是呢,說的是可能5至10分鐘時間 然後叫他賠八十幾萬的時候,說的是三十幾部儀器 你當人什麼呀?有超能力嗎?就是孫悟空那些? 點一點,然後整個地鐵站的東西都爛了嗎? 所以,831其實是亂禁屈,831亂禁屈啊 那你白紙黑字寫著,你告人三十幾件爛的東西 但是人家只有5至10分鐘,還要你的警察各樣綁住 那時候,你一是就自己失職的,是不是? 就是想不到,這個黑肉斷腸哥之砌山豬肉 那當然,他們一定說什麼?有什麼你就跟法官說咯? 未必判得入罪的嘛,至少濫告這件事就對了 你告人多少條罪啊?那這件事呢,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就是正如我之前,好幾個月前都說了 其實你是一兩個月前,你立條這樣的國安法各樣 你只會是暗住本地那些人,那些聲音各樣的 那變了,其實你是倒置機米的,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時今日,無論是泛民也好 任何人在香港說話都不代表香港的民意的 因為香港的民意呢,就不是給你那些建制各樣代表 你掩住人家的嘴,就不代表你說的東西合理,有聲音 你掩住人家的嘴,只是代表著你黑社會在那裡恐嚇的 那你黑社會在那裡恐嚇了,人家因為身家性命財產,就最多不說咯? 那但是人家不說,不代表外面的人不說咯? 那還有就是,我都說了,你完全掩住所有東西,不透明,不公開 就等於一家上市公司去掩盤那本數寶 那說這件事最清楚了,如果有一家上市公司掩盤那本數寶的話 不讓你報道那些數目啊,各樣啊,完全不透明黑箱作業的時候 那我就問了,外面的人會怎麼看你呢? 我可以跟你說動哲得救啊,你是更大鑊 什麼叫動哲得救啊?我跟你說,林鄭月娥走去撩臂屎啊 都有機會被人說你放這個生化武器啊 哎呀,會向最壞那邊去想的 為什麼啊?每個人的天性就是保障了自己先的嘛 你說任何東西都好,當所有整個社會都知道你弄東西的時候呢 人家就只會是全部都distrust,完全不信任 原因為什麼啊?你如果行得正,站得正,就不用掩著人家的嘴啦 但是有時候你又要想了,啊,為什麼啊?這個世界,又或者這麼說 又要說回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了 那個故事其實還有很多的意義在裡面的 你有沒有想過啊?皇帝的新衣裡面 已經講完了前面那些 topic 今天講童話故事 皇帝的新衣裡面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那些大臣啊?為什麼那些公卿啊?大學士啊? 是啊,龍徒大學士包拯啊? 包拯都要變包子啊,這次 為什麼他們明明看到皇帝啊?是赤裸裸的沒有穿衣服的? 但是突然之間,全部人的智商就不是160 減了個零變了16呢? 就是個個都在那裡說,哎呀,哎呀,那些材料很漂亮啊,很乾鮮啊,哎呀,透明啊! 啊,不是,不可以說透明,神經病,怎麼可以說透明啊? 啊,不能說的,應該是說半透半不透,有一種神秘感啊,皇上 這樣才行的,不要說扭嘴啊,真的 啊,為什麼那些大學士都在印證? 是啊,裁縫那個馮衣的速率,還有他們加工啊,那個勤力程度 絕對值得皇上你加許的啊! 哇,真是千穿萬穿就馬屁不穿 為什麼突然之間個個都變得低能俠呢? 一句說完了,原因就是因為,人家是皇帝來的嘛! 你是沒可能比那個皇帝的,你想想明朝時候有一個叫崇禎皇帝 那有人呢,就比那個皇帝的調兵險象啊,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袁崇煥啊,那結果袁崇煥有什麼下場啊? 當然就是客屎異鄉啦,不是他在北京城被寧慈處死的 不是寧慈,那種叫人食啊,就是找一些山藩咬他咬死他為止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啊?原因就是因為他太聰明了! 你聰明,你有戰略,但是人家皇帝不明白的嘛! 你那什麼是戰略來的啊? 看到人家皇太極,在左邊那裏呢,落支兵來,你走去截擊他 莫非你有不臣之心?人家就會猜了喔! 啊,你是不是想和皇太極合兵一主,然後攻回來北京城呢? 但是去到的時候,由於有皇帝併著,所以你才心念一轉,去抗擊這個皇太極呢? 那還有啊,你在這裏權宜行事,喂!你一次有權宜行事,兩次有權宜行事 那就是不聽皇帝指令而已喔!你都未請事,你未請事就做些這樣的舉動? 就算你是忠心為國,在這裏救到個國家,甚至乎是幫到皇帝去打退這個清兵啊! 皇帝也是會將你抄家而滅族的,你死不去過兒子啊!就算你什麼啊? 算你大運,已經是額外施恩的了,貴恩吧!你! 這個是根據這個金庸小說講的,他兒子又不知道有沒有屎? 無怪乎獨秘神尼啊!就只能夠是我愛一陸國啦! 所以任何人,你都不可以比皇帝的啊! 皇帝是最厲害的,是至高無上的,是大隻佬來的! 總之,你如果講打的話呢,皇帝可以輝贏雙撲手,講智力的話, 皇帝就比諸葛亮厲害,講美貌的話,皇帝就要英俊的潘安! 所以任何的下屬就只能是低能的,那不是! 你皇帝如果三八四八智商的,那下面那些差極啊! 都可能二百九十啊!差格而已,不用差那麼多格的嘛! 那所以人治的社會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國家的命運就depends on一個人,一個人的言餘不肖, 你不拿平均數,所以極權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只要你不是以才能去任用人的時候,而是以忠誠去任用人的時候, 你的國家一定出事的! 我沒有講哪個國家,我講的是童話故事裡面,皇帝的新衣裡面, 這個是以前中古世紀那些國家啦! 這個明朝的末年崇禎皇帝,那韓寶生的另一個意義就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為自己求個公道的嘛! 求個公道的說法! 那所以我之前幾個月都說了,他們暫時來講,你都還要賺食啊! 各樣,你要set all down,要學習,那一如我所講啦! 那他們這段叫適應期,他們適應完之後,你都還要學一下英文啊! 各樣那些東西的嘛!要找WiFi,要找地方,那你適應完一排的時候啊! 你就會將自己的第一手史料,我們叫做第一手史料啊! 即是是活生生的primary source來的! 那就可以將一切一切,還原回真相! 今時今日比江州事件啊! 美賴島事件更加好的地方就是, 資訊是會更加透明,而且更加國際化! 那當然啦! 隨著他越來越收緊的時候啊! 不排除將來呢! 某一日啊! 香港都會變成朝鮮啊! 即是有脫香者的出現,很快的而已! 那但是啊!他要這樣的時候啊! 那就是這樣啊! 如是則如是! 而他不這樣也不行! 因為不這樣的時候啊! 真相就會飄來飄去的嘛! 那所以啊!做又死不做又死! 你不可能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吃草! 但其實啊!他已經選了馬而不吃草了嘛! 他是選了那條路的! 你已經傷害了那隻馬的根骨了! 就算今時今日啊! 你給那些草去吃! 那隻馬已經不是那隻馬了! 都被你餓到五爐七傷了! 世有百樂,然後有千里馬嘛! 如果沒有百樂,就沒有千里馬啦! 百樂之所以為之百樂啊! 因為他會順著馬的本性啊! 即是如果那隻馬,政治比較烈的! 他就會給他多一些展現的機會! 如果那隻馬是比較消極的! 他就會給他多一些挑戰, 而不會亂用那隻馬的才藝啊! 即是人家明明是逼的! 你就叫人去跑步啊! 那就是強為所懶! 五個字都說了! 勉強沒有幸福! 而且啊! 就好像一個化學反應一樣的! 一個化學反應來講呢! 有一件事叫Ireversible Change! 即是不可逆的反應啊! 當你某些東西,去到某個溫度, 煲熟了那隻雞蛋, 你想將它變回頭呢! 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香港人呢! 其實就說, 又沒有槍啦! 又沒有炮啦! 未必說是很厲害的一群人! 但是最後的基石啊! 就是一分的信念! 一分的真相! 如果是相信這個世界有公理的時候呢! 那公理最後都會得到彰顯的! 只不過,It takes time! 即是都需要時間啦! 很多人,即是祈求一眼白大的時候, 一朝睡醒啊! 所有東西都會轉變! 但是我們知道, 轉變這件事呢! 是有所謂的critical mass的! 你是要不斷累積不斷累積! 去到某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呢! 才會產生突變! 而不是可以一速而就的! 愛因斯坦說過! 福利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來的! 比起這個核子彈更神奇! 即是如果你每天都努力一點點! 一年365天! 累積起來的成效啊! 是你意想不到的! 那同時之間啊! 他是韓寶生啊! 即是黃茂俊! 他是有了所有的第一手data! 有那些信! 還有那個什麼? 西九王sir! 是不是啊! 那有了這些資料各樣的時候啊! 白紙黑字的嘛! 那些什麼控告書! 不是無的放始! 那第一件事就是減少了很多騙案的發生啊! 那些人真是豈有此理啊! 借人家的明星在招搖撞騙! 比保虐黨更有不時! 保虐黨都說只是那些藥而已! 我們經常說啦! 即是吃人血饅頭是無所謂的! 為什麼無所謂啊! 如果你吃完之後! 你真的幫到其他人的話就說而已! 但是啊! 你借住人家的名字! 然後在招搖撞騙那些呢! 就非常之不要得啦! 你一是就不要說! 即是原來啊! 你做完那些事呢! 不是去幫人的! 那你就說清楚咯! 是不是啊! 就不要做這個騙案! 一單又一單的騙案! 早說!啊! 升火那裏啊! 凍結了那幾千萬! 今時今日都沒有交代啊! 在那裏屈! 又屈這樣又屈那樣! 而黃茂俊呢! 很明顯! 他又說了你聽啦! 有什麼可能啊! 五至十分鐘! 還要你那班人在那裏看著了! 跟著人家啊! 可以破壞了三十幾樣東西啊! 那些儀器! 你當人有飛機大炮啊! 是有可能的! 即是如果他真的有飛機大炮咯! 還是輕彈啊! 荒謬就絕倫了! 而我都明白! 即是! 他們那裏很多人呢! 可能都會感到很灰心各樣啦! 即是好像又被人騙呀! 又被人拋棄各樣!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即是! 第一樣東西就要保護好自己! 即是這個世界太多騙徒了! 騙徒是無處不在的! 記住! 即是你一講到錢啦! 一講到要付出啦! 幾次之間就有很多不信任的啦! 唯一可以團結到一致的! 就是! 一分的真相! 一分的信念! 一分的堅持! 至於藍追從世界裏面呢! 都有一番熱烈的討論啊! 一方面說人家什麼啊! 去英國那邊就! 黑食啊! 又說籌旗啊! 各樣! 慘得過人家籌到啊! 你班人就不方不黑食啦! 人家白紙黑字啊! 是有控告書在那裡的嘛! 這些沒得造假啊! 那所以啊! 你掩住了香港全部人的嘴又如何呢? 你年年月月! 碎碎朝朝啊! 就算你香港不在那裡說! 你外國都會在那裡吱吱吱吱吱的啦! 你就動用第38條咯! 整隊啊! 那些3萬個警隊啊! 出兵! 攻打白宮! 攻打白金漢宮啦! 講那麼多話! 那另外啊! 有些人就在那裡說什麼啊! 啊! 這個! 這個所謂的死者啊! 黃寶欣做什麼不澄清各樣! 現在出來啦! 啊! 都破了所有謠言啦! 那謠言只不過是他沒有死而已! 你這麼行得正! 站得正! 就不會只是給截圖人看啦! 就不會只是啊! 將CCTV裡面的一塊仔片段 法庭公佈完禁制令啊! 叫你不要刪除! 還要原裝! 給人家看你的CCTV當晚發生什麼事! 你這麼行得正! 站得正! 就會如盆公出! 所有的東西給人看啦! 打不打死人我不知道! 你亂打人就肯定! 就是整個小學生那樣! 你知不知道啊! 華盛頓當日怎麼可以立國啊! 就因為砍了一棵櫻桃樹之後啊! 肯承認自己的錯誤啊! 那麼簡單的道理都不知道! 小學生都不如啊!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